我们要进到所谓的支撑向量机 就是supportive machine 那你要进入到支撑向量机之前 这是一个近十几年最流行的分类器 它的效果也非常的好 但是它有一个很大的缺点 就是它的数学较多 它的数学较多 当然必须要用到TDP等等的概念 我们在讲支撑向量机之前 我们要先讲科诺的概念 那早期一开始支撑向量机在发展的时候 背部学较到科诺 大概有空间做就可以了 但是效果会不好 然后后来它引进了在19... 忘记多少年了 它引进了科诺的概念之后 然后整个支撑向量机才开始重复发展 那最近在任何领域几乎都用到 在教育领域会用到支撑向量机 像施大那边 宋教廷老师那边 他们会用支撑向量机来帮忙分布商的类型 还会用到支撑向量机 那在工程领域就不用讲了 支撑向量机也不用来 人也认识啊 手写认识啊等等 这个也都不用讲 那在其他的 在商学院的领域也会用到支撑向量机 在商的领域 例如要分股票 一些起伏 或者一些起伏 或者甚至上次那个 我们演讲的那个老师 他们都会用到支撑向量机 那看台湾的时候也就做支撑向量机 所以像在支管里面有很多老师他会这个东西 那至少他不见得理论很适合 那至少他会操作 好 那在了解支撑向量机之前 我们要先了解什么叫科诺 什么叫科诺 好 那科诺的概念呢 其实呢 科诺呢 它很简单 它的概念就是 我们要把我们的支撑 从原来的空间 以后到另外的空间 那么科到另外的空间之后呢 我们希望能做在这个空间插面 之后是比较分类 这就是科诺的概念 今天讲的跟之前讲的 可以整个拆开了 又全新的了 对不对 我们分了三个topic 好 一个是线性分类器 QTC分类器 这就算贝式分类器 它是一个大主题 对不对 讲完了 内神经又是一个大主题 对不对 然后现在支撑向量机 又是一个大主题 好 讲给你听的 好 所以呢 科诺的概念 其实就是我们要把 现在有的支撑的空间 我要把它Q到另外的空间上面去 那我一起在这个空间上面 会有一个比较好的效果 那这个效果一定是分类吗 不一定 有人的效果是别的 有人的效果是做回归 比较好做回归 在那个空间比较好做现性回归 在那个空间比较好做特征萃取 在那个空间比较好做分类 在那个空间比较好做分取 好 这里有一个好的效果 但是这个效果是 DEPEND在 就是跟你要的目标有关 好 好 我们举一个例子好了 这在原空间里面呢 我们有两类 一类是红色这一类 红色这个点 另外一类是蓝色XX这一类 这一张图在科诺里面非常的有名 好 这个图我跑过 它结果真的是这样 然后呢 接下来呢 我用这在原空间 它原空间是S1跟S2两个座标种 所以原空间的向量只有两个座标的类 S1跟S2 可以吗 好 我现在呢 用了一个新的函数 这个函数 我们叫它叫Future Mapping 原空间叫Original Space 这个函数叫Future Mapping 那Future Mapping是把R2空间 送到R3空间 好 它怎么送呢 它把S1 S2送到一个新的点 叫R1 R2 R1是什么 S1平方 R2是什么 根号2 S1 S2 R3是S2的平方 这样可以吗 好 那我们几个例子 假设我现在有一个点 咦 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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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3 R2 R2 R3 R2 R2 R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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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2 R3 R3 R2 R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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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假如我考虑10,好,大概等,这个位置好了,1,哇,帮我过去,大概在这里,10 那我经由这个函数送过去之后呢,这个点呢,它会变成一个新的点,叫什么,叫做立万,对不对? 这个立万呢,就有三个目标,分别是立万万,立万一,立万三,可以吗? 三个目标,它这个三个目标是什么呢? 立万是谁,立万是S1块的地方,对不对? 然后,立万是谁,根号2,S1块,S1,2,这个是S1块的地方 那这个出来是什么?出来就是E00 你知道吗? 所以它会把什么? 这里有一个点,叫E0 它把E0送到哪里? grid 对不对? oldu4 escriwd1 代ノ compass 配诵 所以送到b1, unseen 这样 所以我就等于是把原来二维的空间,送到那个三个 Powlett 好 我再去另外一个比较特别的比较 我去两个点就好了 S2 如果对它一直散 好 S1 S2 好 假设呢 交易的比较低风速 F1 好 低风速 好 那1不1呢 它会送到什么 它会送到低速 对不对 低速就变成是 S1的比方 根号2 S21 S22 还有S22的比方 它就会送到哪里呢 1 2的根号2 对不对 然后1 1 1 2的根号2 所以它会把 1不1 1 2的解释 1多1 收到哪里呢 收到1号 d-3 另外是1 d-4 负的1点多 对不对 d-3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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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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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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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这只是一个例子 你可以用什么 你可以用很多很奇怪的函数都可以 你不一定要用这样的函数 不清楚是自己的线会怎样 还会长 好像好一点 好,所以我们现在用的这样子的方式 我们可以把二度空间的送到三度空间的 这个问题 好,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发现 我们知道在圆空间里面 我需要一个椭圆方程式 才可以把它分开 那高中就教过了 椭圆方程式是什么 是S1平方 椭圆方程式 如果是SY9 是S平方处以A平方 加上Y平方处以B平方 A是谁 A就是B的方算的半轴场 B是什么 A的方算的半轴场 A跟B 是吗,好,这高中老师就教过了 这个问题 我现在没有告诉你A是多少,B是多少 因为我还不知道A是多少,B是多少 但是我知道它必须要有椭圆才可以分开 所以这个椭圆的方程式一定是长这样 只是我现在没有办法确定A是多少,B是多少 可以吗 好 那如果我把这个椭圆呢 定义到高维度空间之后 它到底会变什么 你看这个椭圆方程式 是S1平方处以A平方 加S2平方处以B平方等于1 对不对 现在S1是谁 S1的平方是 例1对不对 所以我就可以把S1的平方放成例1 好 S2的平方呢 这里有没有S2的平方 S2的平方是谁 是这里对不对 S2的平方 S2的平方是什么 是例3 所以S2的平方是例3 对不对 然后这里有没有例2 没有嘛 这个S1平方换成例1 S2平方换成例3 这个式子里面不会出现跟猫肉S1S2 对不对 没有 没有S1S2这一项 所以我们的例2呢 前面的系数就给它多少 就给它0 那它变成什么 它变成一个常数乘上地外这个走 加上第二个常数乘上地图这个走 加上第三个常数乘上地图这个走 成1 它变成是这个空间的一个平面 所以本来在原空间到这个左边才可以分开 但是我送到这个高位度空间之后 它用一个骨面就可以把它分开 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开原空间里面叫做非线性的 非线性通常很通常 对不对 用非线性才可以做出来 但是我丢到这个新的空间之后 我现在只要用线性的 就给它切开了 那我为什么不把资料丢到这个新的空间 然后来做处理 它就会比较快啊 如果丢到新的空间之后 我然后线性就可以做开了 我不用再做一个非线性更好 那可以吗 好 那现在困难点在哪里 困难点在 我怎么知道 我用哪一个来驻马车或是线性的 对吧 对吧 这个还错东西 你看 我每次都臭这一个 不是吧 对不对 它有很多种臭吧 你还可以臭这种 二号S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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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你还可以臭这个 所以它有非常多的混合的组合 我一定用Log 我一定用什么的细胸 对不对 我为什么要写这种外面的食物 所以你为什么要去拿 好 那在一个来统计里面呢 我把我的坐标 变到一个 把扩展成 到一个新的空间 坐标增加 变速增加 在统计里面有一个意思 叫做Future Detention 就是把你的客人 Detention 和加分配 不懂通话了 不懂通话了 好 好 那接下来 好 所以呢 你会发现 我这个点呢 假设叫S1 S1 它是S11 S12 它送过来送到这个紫色的位置 就是D1 D1就是D11 D12 D12 D13 就是S11 Ft2 S11 S12 S12 Ft2 然后那是s21平方 根号2s21s22s22的平方 这样可以吗 所以假设我两个点 所以我现在只设了一个点 只设这个点是s21 你这块闪成就是 你的白板左边那块白板 s21 那绿色这个点呢 就闪成是右边这块白板 s21 好 那我把这两个点送到这个空间之后呢 接下来我想做一件事情 我知道s21在这里了 s21在这里 这是我们的 全空间里面的s21 我把它送过来之后呢 这个叫意外 这是初级的意外 这个初级的意外 这个初级的意外 上面 这个点是s21 我送过来之后 这个点是意外 对吗 所以我的空间里面有两个 空间里面有两个相对 一个相对是什么 力外这个相对 另外一个相对是什么 是力度这个相对 对不对 好 那我现在呢 把它换在一起 这个是力外这边 我用黄色的 这个是力外 我现在把这个力外 换过来这里 好 力外这边看你 力外这边的相对 所以我现在空间里面有两个相对 一根是粗的力外 一根是黑色的力度 一根是粗的力度 一根是粗的力度 好 看力外跟力度的内积 会不会做 力外 转至 肩上的 力度 不就是内积吗 对不对 这个有什么难度 来看一下 力度外是谁 力度外是 能看出来的是 100人 好 过来 那力度是谁 对 力度是 1 度的更 power1 对不对 诶 算出来 内积是多少 这一点也不难做 可以吗 可以吗 所以一点也不难做 对不对 我要做这两点的面积 你只把它换成就好了吗 一点也不难做 好 但是我现在在提供你另外一个方法来看 我可以提供你另外一个方法 什么方法呢 我现在要看力外跟力度的内积 对不对 好 你仔细看哦 力外是谁呢 力外是谁呢 力外是这一个 力外1 力外2 力外3 力外3 对不对 力度是谁呢 力度外力度2 力度2 力度3 那他内积是什么 就我刚刚做的嘛 这个乘这个加什么 这个乘第二个加第三个乘第三个 对不对 所以你得到的是什么 力外1 力度1加力外2 力度2加力 力度3 力度3 对不对 好 接下来呢 力外1是谁 力外1是s1 1的平方嘛 我就把它带进来 所以是s1 1的平方 那力2 1是谁 力2 因为是s21的平方嘛 再进来 诶 所以这里写错了 之前没有改 现在没有改 可是s21的平方 好 再来 力外2是谁呢 力外2在这里哦 力外2是根号2 s11 s12 力度2是谁 根号2 s21 s22 对不对 好 乘在一起 这里有根号2 这里有根号2 乘一乘变两倍 对不对 然后呢 s11 s12 s11 s12 这里是s21 s22 s21 s22 对不对 好 第三个位置呢 这个位置乘这个位置 所以是12的平方 乘以22的平方 对不对 可以吗 这个问题 好 如果没有问题呢 这个看起来像什么 看起来像A平方A是谁 S11 S21 A平方加上两倍的 AV A是谁 S11 S21 那B S11 S21 变A 那B就是什么 S12 S22 可以吗 好 再加上什么 加上 S12 S22 的平方 对不对 那不就变成 A平方 加2AV 加V平方 那就是什么 A加V A 对不对 S1 S21 加V S12 S22 括号的平方 可以吗 可以吗 很神奇哦 那S11 S21是谁 S11 乘以S21 S11 在这里 乘以S21 在这里 对不对 加上 S12 在这里 乘以S22 在这里 那不就是 第一 S1 跟S2的内积吗 S1 跟S2的内积 的平方 所以他提供了 另外一个算法 他说 我要算这两点的内积 我刚刚告诉你说 他可以这样算的 他可以拿这个 E 那个E00 跟什么 跟E 做内积 得到E 现在告诉你 他还有另外一个算法哦 哪一个算法 我可以先算出 他相对应的S1的短字 再向 算出 S2 就是我算出 S1 跟S2的内积 算法之后 在做什么 平方 所以说 对应该是 是 对应该是 真正出 就是 S1 的内积 然后 这种平方 来看一下 S1 S2 是谁 S1 是 P0 对不对 所以这里是 P0 乘上什么 S2 是谁 P-1 P-1 所以他提供你的两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呢 是我先把资料 用一个Pi 把他送到一个高度的方便 这时候看内积 这一个字的内积 刚好会等于什么 刚好会等于 有一空间 你看我都不知道 S1和S2 我都没有用到任何反 我根本没有把S1和S2 送到立场面去 都没有 我就在原空间的点算了算了 S1和S2的内积算了算了 它会算一个非正式的按数 比方可以取一个比方 取出来的比方 刚好是什么 刚好是送过去那个空间的 内积 可以吗 好 那这个函数就很重要了 因为这个函数等于 跟Pi送过去再算内积的概念是一样的 你可以看到 这个Pi呢 我们就给它一个很重要 它就是你的核心盘处 如果我能够抓住这个核心盘处 抓到它了之后 我就有办法知道特征空间的内积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重要的函数 所以我们叫它叫做科莫方形 可以吗 也就是说你的科莫方形是什么 我的科莫方形就是 我简单的讲 但是它有它的特别的定义 等下我会讲 科莫方形是什么 就是我在控制了一个非正式的函数 这个非正式的函数呢 是把圆空间的点丢进去里面 有可能是线性的 丢到这里面来 丢进去了之后呢 算出来的词 控制的是另外一个空间的内积 所以它是一个很核心的函数 就叫科莫方形 可以吗 如果我能够把这个函数 很好的函数搞出来 那它就可以控制那个空间的内积 那控制内积为什么叫核心 我们再看 我如果知道这个空间的内积 我可以处理非常多的事情 很多的情侦 我可以讲 但是这个代理可以理通 好 我检查一下这里有没有写错 这里是不是有写错 S1 S2 1 好 也是一样打错 好 所以我们现在有两个函数 我想我刚刚就讲了 我们有两个很重要的函数 一个函数是什么 叫feature mapping phi phi是什么 就是我如何把我原来的空间的点 映到一个新的空间上面去 这个叫什么feature mapping 这个函数叫feature mapping 可以吗 另外一个函数是什么 另外一个函数叫做 kernal function kernal function就是我原空间的点送到这个函数里面 算出来的值刚好是它对应的这个feature mapping送过去的点的内积 所以我两个函数 一个叫feature mapping 一个叫kernal function 你要记得这两个函数的功能 这个叫kernal function 对吗 所以kernal function算出来是一个值 这个值是这一个空间的内积 看不见好 它两个不一样 所以你看这个kernal function 它是把两个项量送到这个值的内容 所以你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detail 就是更多的细节 在数学方面 你如果想要知道kernal function 更多的细节它的领域架构 它整个空间的架构 整个同构的概念 要看 发展的细节 不是所谓的dna 方讯 那这种课 如果你只是要用 就用三个方案 你如果想要做它真正的领域 例如它的空间跟什么同构 它的暗数空间跟哪个空间 跟我们哪个写的空间同构 它这个上去的上去的同构 在这里的课 所谓的dna 方讯 那个方讯的那个意思是 它最后不来是一个词 就可以叫方讯 好 我们再往下咯 所以基督讲实话 好 我们再往下咯 好 所以我们的kernel trick是什么 这是一个kernel的技巧 那我们没有讲theory 就是因为我们只是拿它来用 它只是一个技巧而已 好 所以呢 kernel的方法呢它是什么 它是想办法把我们的资料 然后呢 印到一个特征空间 这就是我画的 这是我画的 好 当时 呃 我老婆的 我师父母 我要帮他做这一块的时候 好 帮他画 你看 我这些石画出来的 这是一个空间 我用了一个资料器 这个资料器 保护上可以转到 这个也像太阳器 对不对 中间循环一圈 我们要 所以这叫solar system 很像那个太阳器的图 好 然后呢 中间这一圈 这方面这一圈呢 你不可能用一条线把它分开 这个就像是图圆 把它分开 对不对 这是挂上去的图圆 好 图圆分开之后呢 我把这个图圆 印到 把这些资料呢 用刚刚的那个future mapping 就是用刚刚这个solar 刚刚的solar solar solar 把它送到这个新的空间 你有发现 蓝色这些点会晒在上面 对不对 红色这些点会集中在上面 它会很集中 所以它不像我刚刚那个效果 它会散开 它会很集中 可以吗 然后呢 这个呢 这个曲线呢 都会变成 这一条 曲线 好 好 所以科隆的第一个概念就是 我要把圆空间 想办法送到一个新的特征空间上面 好 那这个空间呢 通常 通常都具有 有比较高的维度 来 我讲通常 我为什么一定要送到一个比较高的 这就是好奇的 因为 对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通常我们希望能够送到一个比较高的维度 因为我们知道资料在越高的维度 它可能会散得越开 通常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希望能够在这个高维度的空间上面 在这个高维度的空间上面 在这个高维度的空间上面 找到一个线性的 boundary 那这个呢 要看你的问题 如果我要做分类 才是找线性的 boundary 那如果我今天不是做分类 诶 为什么不能画 回到位置 好 现在信的 boundary 对不对 那如果我现在要做回归 是什么 我现在要做回归 我就是要把 丢到个新的空间上面去之后 他才知道 会想到排行什么直线 对不对 做回归 或者改在一个领域上 跟做回归 可以吗 所以你的目标是不一样的 如果你的目标是做回归 就是希望能够到的空间 它 散开来 或者散开来 就是像一个领域 一个线性的领域 那你如果你做的是组成分分类 就是希望你投到那个空间之后 这个要会散得很堪 好 所以叫做组成分分类的概念 所以你每一个人的目标 够不一样 好 我的科目要受到哪一个空间是好 不一定 要看你的问题是什么 可以吗 要看你的问题是什么 好 好 那通常呢 好 然后呢 这个Maping 这个FutureMaping 如果选得适当 如果它被选的是适当 而且它是复杂的 就是它是非线性关系的 那我们呢 本来原 应该是这样讲 对不起我讲错了 就是在原空间里面 本来要用一个非线性的 好 例如用非线性的 才可以把两类分开 或者用非线性的回归才可以处理 好 那这种东西呢 在这个新的空间里面 都会变成是线性的 那变成是线性的呢 我们在统计上面呢 我们用线性的方法呢 都处理的比较快 好 比较快 比较简单 所以我们统计 像你回归的时候 通常假释了 有线性 那我们在那个空间上面 就不用线性的回归 就不用线性的分类器 我就不用用到对线性的分类器 这样可以吗 好 好 那接下来我刚刚一直常识 你要算的是内积 Crow function算的是内积 那内积有这么重要吗 为什么 我们必要知道各个空间的内积 为什么必要知道各个空间的内积 内积有这么重要吗 好 这个是很重要的 好 如果我在内积 我可以知道这个空间的什么东西 它的 几何性质 那我想要知道一个空间的几何性质 不外乎 两个东西要知道 一个东西就是长度 我这个点到这个点 直接距离多远 对不对 另外一个是什么 角度 我这个向下跟这个向下 一间角度多大 对不对 不外乎就是这两个 如果能够知道长度跟角度 我高中能够处理的那些几何性质 都可以抓到 可以吗 那高中老师就告诉你了 这都是高中交流 高中老师一定告诉你 你要知道空间的几何性质 最重要就是算它的内积 内积可以得到所有的几何性质 它会变成什么 它会变成第一个点 这个点的转置乘上自己 对不对 就是自己跟自己做内积 好 自己跟自己做内积 就等于第一个点跟第一个点做内积 所以就5s1转置5s1 减掉这个跟这个做内积 第二个是 这个跟这个做内积 诶 比出不来 习惯 这个比熊成4 真的 这个跟这个做内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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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找到这四个 好 那这四个就会变成什么 这一个跟这个内积 就是这一下 那这一个跟这个内积 跟这个跟这个内积 是一样的 这是s1 这是s2 这是s2 这是s1 对不对 一样 所以就减掉两倍的 5s1转置乘到5s2 加上最后是5s2跟5s2的内积 对不对 好 我们刚刚讲 这两个点在特征空间的内积 刚好等于圆空间的点带到 和谈数 对吗 好 这是s1 s2 在特征空间的内积 那就会变成是什么 s1跟s2带到 kernel function里面 对不对 这是s2 s2 s2 印到那个空间之后做内积 就等于s2 s2 s2 放到kernel function里面 所以我们如果知道kernel function 我们就有计算出特征空间的长度 对吗 我们知道内积就可以算它的长度 所以我们知道kernel function kernel function出来的指是特征空间的内积 这句话很重要的 你要计算 kernel function的值指的是特征空间的内积 那我们知道kernel function的值 我们知道哪一个kernel function 我们就有办法去计算那个空间的长度 长度 好 那角度 两个向量的角度是用cosθ来决定的 cosθ高端老师已经告诉你cosθ的公式就是内积除以个别的长度 对吗 好 那内积当然是什么 这一个s1的 phi s1的转置乘到phi s2 就是s1跟s2放到kernel function里面的 好 那这一个 这一个呢 糟糕 你不能用 这一个是什么 这个是phi s1的长度 对不对 phi s1的长度是谁呢 这件真的值 诶 查底 诶 诶 诶 开始自盖掉了 咦 然后一个白色的电源放在这里 这里真的没有发 好 哎 它出来 它出来 看一下 刚刚是看到这一张对不对 好 所以你看这个 Pi S1是什么 Pi 我们把这个箱子清洗一下 Pi S1的频繁是什么 是Pi S1的转字 乘唱Pi S1对不对 自己称自己吧 那这就是什么 Pi S1 S1对不对 可以吗 它现在有一个平方 它现在是不是没有平方 没有平方就要什么 才更好对不对 才更好 可以接受 才更好 所以你看你的分母前面是Pi S1的长度 就是根号Pi S1 S1 Pi S2的长度就是根号Pi S2 S2 所以知道Curnal function 知道Curnal的值 就可以计算出特征空间的角度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知道 如果我知道Curnal function 它很有用 有Curnal function 可以算特征空间的距离 可以算特征空间的角度 对不对 可以算特征空间里面相量的距离 可以算特征空间里面相量的角度 好我们再继续哦 好所以呢 因为大部分的几何性值 资料的几何性值 都可以用什么 都可以用长度跟角度来决定 所以呢 它都可以用所谓的内积 内积现在记得哦 内积现在就是Curnal的值 就是核函数的值 核心函数的值 所以大部分的几何性值呢 都可以用内积就把它算出来了 好 那另外一个重点是 如果呢 我送过去的各种空间 因为我不知道我们送过去是 是几维度的空间嘛 对不对 我们有时候送过去是彩的维度 有时候是彩的维度 甚至你要马基耶诸科 送过去是彩的维度 那你如果是送过去 就不知道维度是多少 那维度不知道是多少的时候 通常在算这个 会比较花时间 这边可能指的是 计算量的问题 就是它比较贵 而且比较贵 因为它比较需要 更多的计算量 像这个还好 这个只有三个维度那类 所以乘三次 对不对 然后加两个 可以吗 乘三次加两个 所以如果有计算在台上 你还要用到三个层 两个加 对不对 才可以算出那个空间的内积 不止哦 还要算什么 还要算 资料送过去 对不对 那如果我知道送过去再算一下的话 资料送过去要几个 这个平方要算一次 对不对 这个自己层要算一次 这个平方要算一次 对不对 就要算三个层 可以吗 它的层是一个点 另外一个点也要有三个层 所以你要算哪个点 交算六个层 六个层再加上手 三个层 对不对 所以总法算九个层吧 然后 两个层 加把 可以吗 所以你如果用 先把资料送到新的空间 再算内积 你要算九个层吧 两个加把 对不对 但是呢 你如果用 原空间来算呢 原空间来算 你只要算什么 原空间的内积 对不对 原空间内积 只要算什么 两个层吧 一个加把 但是最后在一个平方 所以还在算一个层吧 所以总法要三个层吧 一个加把 可以吗 所以如果用空间来算 你算出来的是 三个层吧 一个加把 它计算量会比较少 好 它 掉的时间算的时候比较快 这样可以吗 好 所以它通常是 比较便宜计算 这个是比较贵的 这是单从计算量来讲 但是你在实际应用 因为我们没有在做的话 你在实际应用就是这样 因为你在实际应用的时候 有时候要解CermonMage 对不对 但是你要解CermonMage 的时候呢 你虽然在计算那个 比较少 但是你要解CermonMage CermonMage 的大小是 要本数 成大本数 所以假设 我有一千个要本 我要算CermonMage 就算一千成一千 这个计算量 准 所以它对计算量少 但是在另外一个 计算量更好 所以有人会把 用 CermonMage 就是把 CermonMage 把它剪 剪 但是各个 构子都比较好 不一定要做菜籍 所以 比较好 但是在原空间 你如果 把资料送过去 像这个三国一路空间 你送到三国空间 那边去 理解的 不是CermonMage 理解的是 它下面都一直在 那个空间的平正 但是空间的平正通常 三国一路就是3.3 四国一路就是4.3 那你写3.3 就很简单 所以 它是跟雅客 直接放过来的 好 我每个学期 一定会遇到 一两次共 这种事情 等一下我再去拿另外一条线 好 所以呢 我们现在呢 已经不看FutureMaking了 对不对 你看我们都已经 把FutureMaking抛在脑后了 可以吗 所以我们现在想办法 就是要找CermonFunction 那CermonFunction 它算的就是FutureMaking 对过去那个空间的内积 好 那CermonFunction呢 叫CapaS1 S2 这个CermonFunction 一定会对到 每一个CermonFunction 都有相对应的FutureMaking 要记住这个定理 好 这个定理呢 叫Mers定理 这是每一个FutureFunction 每一个CermonFunction 都可以对到它相对应的FutureMaking 如果我设计了一个FutureMaking 如果我设计了一个FutureMaking 我一定可以找到它相对应的CermonFunction 可以吗 好 但是这个定理只是控制你说 这个定理就是比如说 我找到一个FutureMaking 我随便设计一个 例如我设计I等于 我跟它宝贯 我设计好了 我设计好了 我一定可以找到它相对应的CermonFunction 可以吗 这个是最简单的 这个定理是最简单的 从这里推过去是最简单的 我不证明,但是我算可以,很简单 假设呢,πs 我把它填过去是那种 是刚刚讲的根号s1,根号s2 刚刚我现在这个点s1,应该要代你 s2,应该代你 那以下如果两个点,我现在要算两个点之间的念机 πs1的转次,πs2 有没有,就会等于什么 找过来,根号s1换 根号s2 乘上,根号s2换 根号s2换 有没有,那就会等于什么 根号s1换 根号s2换 加上根号s1换 根号s2换 这个有没有,这个要命中 那力就是什么 力1,力2 这个字子都没不到力的 那这个字子就是什么 打法 s1 没有 没有 好,这就是一个科隆方群 所以一个必修面积 一个必修面积 我一定可以找到它的科隆方群 我一个必修面积 一定可以找到它相对应的科隆方群 很简单的法子开走 但是找不来的麻烦 一个科隆方群 我一定可以找到它相对应的一个必修面积 这个证明的麻烦 有积聚的,可以找到危险的 偶尔正的故事 证完了之后,我想给它 每次人家学习来问我 我都不想给它 因为我自己都忘记了 不是 它告诉我们今天不能上课 不上课是很高兴 不上课是很高兴 我再加一句话 不上课 再找一天补课 那你们就不会很高兴 所以呢 一个科隆方群 一定可以找到它相对应的必修面积 这个证明很难 我刚讲,这个证明很难 这个证明很难 这个一定是唯一的一个吗 这不是哦 它可以创到不同的 所以它不是唯一的 它告诉你说,我可以找到 那个证明也是 证明也是告诉你说 如果我有一个科隆方群 我一定可以找到它的移穷 证明是这样证明 证完了它是谁 不知道 它只有针对某些证明的证明 想法不法找出来 但是呢 大部分都找不出它是谁 比如主角要的地方 主角都会证明有 可能它不会保证 算 主角都会先证明有 跟证明唯一 然后第一步先证明有法 存在 然后存在之后呢 可能了几个 才会有麻烦 所以你要想到证明有一个东西 存在 会显成唯一的 对吧 存在又唯一 这很好啊 因为只有一个证明 但是呢 接下来的步骤是 存在又唯一 它是谁 数据它们证明到 存在又唯一 没了什么 它是谁 就知道 好 这边也是一样 我们知道 存在唯一 但它到底是谁 不一定知道 有的情况下找不出来 有的情况下找不出来 有其他的例子 我们刚刚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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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给你一个科东方许 哦 数据到现在很多证明 都要 我给你一个科东方许 S1 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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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我的问题是 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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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是看到这个,你有办法凑出来,它是法式 你有办法凑出来,它的代表是什么? 是 S1 不知道会不会是S1 S5 没有办法凑出来 就找不出来 这是很难的地方 我不会是做心理 你要做心理哦 但是 我叫做主持人说 一个科目方向一定有一个科目方向,但是它复活力 但是科目方向是要解采 好 那我找到一个科目方向,就有相对应的一个科目方向,对不对? 相对应的空间 假设我找到科目方向是三度空间,那它送过去三度空间 匹匈妹品找到的是四度空间 那送过去就是四度空间 好 那 为了让大家熟练 如何去操作 科农 所以我这里用了一个简单的一个例子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 变式的例子 好 假设我现在呢有两群 一群是加的 那中间这个是紫色的 长得不一样对不对 看我说它是紫色的 有它们紫色的 对不对 不一样 所以这个紫色是这四个点的 有五个点的空间 这是另外一类 这一类也是有五个点 红色的 那这个紫色的就是 这个圈圈的空间 可以吗 好 那我现在呢 想要找一条线 把这两个分开 这两个分开 那怎么把这两个分开 我们就把这一线 最简单的就是放在中间就好 这样就切开了 对不对 好 那我们以前其实有学过一个定理 什么时候是最佳的 就是切在这一个向量的正中心 还记得吗 好 好 那这个一个空间已经不是一个空间了 这个空间是特征空间 我举一个例子 就是说这个点是PiS1 这个点是PiS2 这点可能是PiS3 这点是PiS10 举例子 好 这个点是PiS5 它这个点边PiS6 那点点点 一直到PiS10 这样可以吗 好 那你现在不知道Pi 来 我不知道Pi是谁 Pi是谁 Pi是谁 对吗 好 那我现在想要把这两个分开 对吧 对吧 那我以前学过一个 线性最佳的分类器 对不对 它的线在哪里 先把这两个人的中心算出来 这个的中心是什么 PiSi Pi属于D类的 它的这个后面 这个-1 E是指它的Label 可以吗 这个Y是指它的Label S1如果是D类 这里就是E 如果是D6类 这里就是-1 所以它这边考虑的是-1类 跟-1类 那可以接受吗 讲得不太快 就是这一片的点 都是属于-1类 这边的点都是属于-1类 对 举一个例子 这个点是YS1 对不对 它相对应的类别Y1 就是这一类 没有 这个点是YS2 它相对应的类别Y2 就是这一类 这个点是YS7 它相对应的类别Y7 就是这一类 没有 好 这没问题 好 如果没有问题呢 我现在要把这些点的中心 算出来怎么算 就是我要去看看 它的类别是-1类的这些点 我全部把它加起来 取平均 这个中心怎么算 我去看它的类别 是-1类的这些点 全部加起来取平均 对不对 所以我就可以得到 这一个 正1C正 这个是C负 对不对 好 代表是正类的中心 跟负类的中心 就做得很简单 可以 这个加这个加这个加这个 这个加这个加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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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现在困难的在这里 翻译你知道吗 现在这个翻译跟这个翻译 有关系吗 还有我不知道 还有我不知道 我有办法算这种 就算不出来 对不对 我没有办法算书 翻译是谁 我就没有办法把这些连钢 再一起去 对不对 好 但是我知道 我不知道 掰 但是如果我能够把它变成 Caba 变成Caba 变成Caba 我就有办法算 对不对 所以我现在的目标 是希望能够把掰 全部推成Caba 好 不是推进外面 好 接下来要下三天的雨 到礼拜五才会 二、三、四 到礼拜五才会 我刚刚还跟人家约中午示范 你们有带雨衣吗 好 那怎么做呢 你要记得吗 我们把它中心的连线连起来 对不对 是把这个C1跟C2中间连起来 有没有 这一根是我们的法向量 还记得吗 你还记得我们有推过这个吗 最佳的分配器 就是从中间切开 然后这个是法向量 所以W是什么 W就是我们的法向量 就拿后点减掉前点 后点是C加 前点是C减 所以就是把C加减掉C减 这样子 好 这是我们的法向量 它会通过哪一个点 它会通过 它的正中心 对不对 会通过什么 最佳的线性跟内心 会通过这个中点 对不对 没有 这个中点是什么 就是把C加 跟C点 相加 除以后 这都是高中交的 有没有 法向量跟中点 有没有 可以吗 所以你看这高中交的 我要算这两个点的中心怎么办 就把这两个点相加除以后 就是它的中心 这一条直线的法向量是什么 就是拿这个点 剪掉这个点 就是它的法向量 所以这里是垂直的 可以接受吗 好 可以接受的话 接下来 还有 我有一个新的点进来 一个绿色的点 它跑进来 这个绿色的点本来是来S 但是不要忘记哦 我要把S呢 送到新的空间去 对不对 我要把S 送到PiS上面 对不对 可以吗 我要把这个 不知道的点 位置的点 送到PiS上面 好 送过去之后呢 我的问题是什么 它的Y 它到底是属于哪一类 它的Y是谁 可以吗 到这里我们的问题有没有很清楚 可以清楚吗 就是我们现在呢 有一个是正的点 一个是圈圈的点 然后我们也认为最佳的分裂器 就是把这两点的中心算出来 这两点的中心算出来之后呢 把这两点中心的连线 是一个向量 当作是法向量 然后这两个点的中心点 就是我们 这一条切开的这个点 对不对 然后这个方法里把它切开 因为通过这个中心点 好 那我现在吸个点进来 我要想到这个点 到底是属于正一类 还是属于负一类 我现在问你这个 好 那这个点到底是属于正一类 还是负一类 用眼睛看 正一类 你看 好 但是 但是 你不可能用眼睛看嘛 对不对 你正在做的时候 你看得到吗 你看不到 因为我根本不知道这个白是谁 对不对 所以你眼睛中 你就看不到 那看不到怎么看 我要怎么判断它 到底是属于正一类 一本的简单的方法是什么 一本的简单的方法是什么 好吧 那你想想看 我觉得这比较难 我觉得讲太多 你们会想睡觉 大家想一下 也没有办法 用 数学的数 比如说 去哪 或者什么 还告诉我们 看到那个绿色的眼睛 所以你这一点 还会准备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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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还在看一眼 现在在做 可以放过 哈哈 哈哈 他也很快把人都记得住 他的口语会很特别 可是有听到 没有听到 其实 你这讲 可以讲的 然后说 你这口语会很特别 讲一下 嗯 就是永格啊 永格 哦 那就是刚 那个冰桃小孩 里面有嘴 是吗 是吗 我昨天 为了解脱法 嗯 我跑了好多个地方 每一间一把 都很多的 所以我们走进了 一间一百块 一起加减 之分的小便捏 然后 让我下进去 练习 所以说 再整个改变很特急 解脱回去 因为他比较粗气 然后你不知道 然后 他会说 而且那个一百块 他会说 真的很快 继续出来 十五个钟 洗下间 但是他去一个 里面放开 好 踩到一边 有什么想法吗 下车 车 有什么想法吗 有什么想法吗 随便想一个 有什么想法吗 随便想一个 可以 可以 跟那个中心点做点线 对不对 然后看他 跟那个 可是是跟 这哪里的中心点 可是跟 这个中心点 就是跟这个 中心点 所以这个点 好 点线 然后看角度 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 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 没有 最近你有想到其他的方法 没有 自由以来 你也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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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还有啊 他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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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不得了 那这个 国小最喜欢考古 这国小最喜欢考古 国小最喜欢考古 好 桌子 国小桌子 胀 动手桌子 动手桌子 动手桌 他动手桌子 我要听他考虫屏幕了 好 他考虫屏幕 你叫国小子 他会考虑跟说 我如果 某個東西 不是 酒在哪個地方 重的時候他的技能 重比較輕 他就可以把那個 重 那個多久 多分 花兩樣 他很輕快的時候 你就知道算 就會從 兩個別的東西 進入去 兩個別的東西 進入去 他的題目 我不知道現在題目是什麼 他的做法就是 你會從這裡跟某個東西 某個東西的 這個連線 連線從中連上 割過來 表示手如果在這裡 一趟還幾 在這裡一趟還幾 對 然後 可是我可以再度一下 再度搞不好 然後 再把這兩個點連起來 把其他重點才點起來 然後就會把它分成幾個區塊 然後我在這個區塊 就要打到 圍動 在這個區塊 就要打到 這兩個區塊 就要打到 這兩個區塊 這個六個挺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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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考中心點 要考中心點 你考中心點 你考中心點 考中心點 考上 他不做特地反應 好 所以你也可以算 他跟這個都點去 還有跟這個都點去 對不對 好 誰進 都看著什麼 這樣 這裡還有一些 有事 一樣的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 兩個道理是一樣的 好 所以我們先看喔 如果我知道這個點 這個點 跟這個向量 這一根向量 從這個中心點到綠色的這一根向量 這個中心點到綠色點的這個向量 如果這個向量呢 比較靠近這個向量 那我就把它判給正一類 可以嗎 好 我再用另外一個顏色的 如果這個向量 對不對 跟這個向量 夾角比較大 那我就判給誰 負一類 像這樣 好 所以想法很簡單 就是 這一個 有沒有小於90度 這一個 有沒有大於90度 小於90度 欸 我就判給正一類 大於90度 我就判給負一類 這樣 可以嗎 負一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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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最重要 就是要算這個夾角 咦 這個夾角C 好 所以我們知道說 如果 負一是屬於正一類 就是說 這個夾角C 應該要從 應該要從 正的2分之拍到 負的2分之拍之間 對不對 對嗎 好 那小於90度 好 所以就是在負的2分之拍到正的2分之拍之間 那你如果取它的cos值 cos值就在哪裡之間 如果它小於90度 它們兩個之間的cos值呢 甚至就會小於 大於0 小於z 好 所以就要領到它們之間 欸 你要算兩個像樣的cos值 怎麼算 我再把這兩個像樣 不好意思 你要算的是 綠色的這一點像樣 跟哪一根像樣 跟紅色的這一根像樣 它的夾角對不對 是哪 這怎麼算 你就拿 那 ys-c 在這根綠色的像樣 我們有P色的形 綠色的像樣是什麼 是ys-c 對不對 那 紅色的那個像樣在哪裡 紅色的就用紅色的寫 紅色的在這裡 對不對 就是我們的 就是我們的Gamu 那我們就把這兩個做 面形 對不對 好 所以就是把 這個 5s-7的轉字 跟Gamu做面積 不要忘記要處理自己的長度喔 那線與你跟一之間 對不對 欸 長度永遠都是正的啦 可以嗎 所以就變成上面這個東西要大於你就可以嘛 對不對 這個要去裡面之間 那下面一隻正的 如果知道上面這一項大於你就好了嗎 對不對 所以最後呢 我只要上面那一項大於你 是正的 比如說 如果 y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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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間像樣 跟 導臨 導臨的中心 導臨的中心的這間像樣 如果這兩個的內積是 正的 我就看別 relate 這類 裁邊 這裏類 好 特有習慣 他也不知道嗎 不是什麼的 西里是什麼 不是什麼 西是什麼 西是什麼 這一堆 八円 五加起來 西加 把這一堆 後面就八円再起來 西間 對不對 西 要把這兩個相加主流 西 成透了 Ne 等於 問題 是 那 還是 你可以 做不出来 其实做不出来 等一下就告诉你 怎么把这个结出来 知道会不会太合 好 再来 如果这个点 如果这个夹角大于90度 对不对 好 大于90度是什么意思呢 大于90度就是说 你的这个夹角在二分之八 到二分之三拍之间 对不对 如果它在二分之三拍之间 那它就属于什么 就属负一类 对不对 好 比如说你的cos 如果在离到负一之间 好 这个cos 是负的吗 为什么 因为下来 这边是什么 这里 对不对 所以cos 是负的 如果cos 是负的小于90 我就判给什么 判给负一类 对不对 好 分母一定是正的 这里并大于 这里并大于 所以只要我的分子 小于0 我就判给 负一类 对不对 同样的喔 不知报 对不对 不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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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但是呢 我们现在先把规则找出来 怎样的情况下 我会判给正一类 就是 你的这两个相样 绿色相样 跟红色这个相样 它的内积值大于0 我就判给正一类 如果它的内积值小于0 我就判给 负一类 所以我只要知道我的内积值的正负号的配合 内积值的正负号是正的 我就判给负一类 内积值的正负号 赛斯的正负号 它是负的 我就判给负一类 所以最后呢 我的看并公司很简单 对不对 我的区别还是负一类 就是内积值送完之后 取什么 请赛 其他的正负号就可以 赛斯请正负号 大家知道吗 还没解决啊 不知道啊 不必要啊 不想要 好 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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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怎么办 这个解出来 解出来 这个解出来 好 好 到这里没问题 这个分类器就是我们学过的线性分类器 很简单的分类器 好 所以呢 现在留下来的很 有问题就是 我不会这个 我也不会这个 我也不会算这个 因为这个有8月我不会算 这个也有8月我不会算 这个也有8月我不会算 这个就不会算 他不会算 科诺呢 我就丢在这里 他就回来 来 放在这里 对不对 但这就是科诺的 很多人学科诺一直搞不好 不算在这里 我快算不出来 那我怎么 去算那个纸类 你不要忘记 每一个快 都有一个卡卡 我在 卡卡我可以算 对吗 所以如果我能够把 5换成 科诺方学 换成卡卡 我就可以算 所以你记得 尤其在教育中间 也是一样 在教育中间 在教育中间 有一些多 不过 算你学了 来来听 学了来听里面的 你的人力子的心理的心法 对 对啊 人力子的心理的心法 那你可能会学到 妈咪咨咨咨咨咨的爱儿德 对吗 你能够学吗 你不是跟他一起修课吗 你怎么跟他一起修课 跟韦污 修师老师的课 他有学 妈咪咨咨咨咨咨咨咨 就是一个词 他就两个词 他两个词 就是两个部门 实在 但是他第一年 还没有为中 helfen 如果你是 我可以把它送到一个C的课程中心上面去 在上面呢 再做你的iPhone的一期 在这样子 然后呢 你想到把那个公式推出 这是困难 所以困难的是困难在哪里 困难的是 我知道用Phi送上去 送上去之后 这种方法 Phi用Capa去解出来 这是所有科目的方法里面 最困难的困难 就是我写公式很简单 因为写公式你只要把原来的公式 所有的点前面都在一个Phi 就是送到特征空间上去 那你怎么把特征空间上面的公式的Phi 全部改成用Capa 用你的内计算出来 用你的核函数算出来 好 所以我们现在 这边有提供两个方法 外国就是 如果我知道Phi送上去 我就把S送上去 送上去之后 我们接触相继续转 是在比达围的情况就可以了 但是这个条件是 已知Phi送上去 可以吗? 这个方法是在什么情况下才可以用 已知Phi 对嘞 就是已经知道Phi送上去 大部分的情况底下 Phi送上去 是未知的 对不对 那如果是未知的情况底下 我们就要用另外一个方法 用DiR位 DiR位 DiR位是什么呢? 我们要乘乘态 好 我们要算PhiS-C 那这会变成什么 就变成PhiS乘以W 减掉C乘以W 对不对 对吗? 好 所以呢 就会变成什么 这里 这一项乘以W 减掉这一项乘以W 所以PhiS的转质 减掉C乘以W 就会等于PhiS的转质 W是谁? W是C加减掉C减 对不对 在这里 W C加这一根这个点 减掉这个点 对不对 减掉C减 可以吗? 所以W是什么? C加减掉C减 好 这里减掉有B B是谁? 在大方教会的时候 B是作业 B是谁呢? B是谁呢? B就吸入了C减 所以我作业很简单 好 B是C减 B W OK 好 C的转质是谁? C是谁呢? C是中心点 就是二分之一 C加加上C减 对不对? 这是我们的C 很转质 W W是什么? W是C加减掉C减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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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作为一个简单的作业 是希望他们都会下来的地方 我不喜欢出很难的作业 因为我以前被那个作业写到过了 所以我不太喜欢 我作的作业是希望 你能够把上课的东西弄成 所以我做的东西都弄成 所以我做的东西都弄成 你这个居住会 你的居住会 以前列述的时候 那个老师课本 实际上就拿起来刚开 宇宫期是宇宫复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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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 所以你就想不到那个 那个一个关键点就想不到 所以叫我们有没有平址 好 来 再来 诶 这个φ呢 放在外面 这个C加是谁 C加就是把所有正类的点 加起来取平均 对不对? 所以你看哦 所有点 它的内容是正一的 正类的这些点 全部加起来 取平均 对不对? C加是谁 C加就是把所有附类的点 全部加起来 取平均 对不对? 可以吗? 好 这个B等下5 找人上来转 好 好 然后接下来呢 我就把这个by 可以沉进去 对不对? 这个方案就可以沉进去 对不对? 可以吗? 分配率嘛 这个沉进去 这个沉进去 好 沉进去 沉进去 要变什么? 我把这个方案 沉进来 沉进来之后 它就不算外面 对不对? 我把它沉进来 它就跑到一点 就变成 PiS的转积 对不对? 然后系统分配率 除了成前面 还要成后面 对不对? PiS的转积 对吗? 那PiS的转积 这个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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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S的转积 这个方案 这个方案 诶 可以算了 对不对? 如果我不知道Pi 一般情况下 我都不知道Pi Pi不能算 但是一般情况下 我知道Cono function 对不对? Cono function 可以算 Cono值可以算 Cono值可以算 那这个事情 就可以算了 这个值算出来 如果是正的 就叛选正一类 这个值算出来 如果是负的 就叛选正一类 好 但是还没有全部算完 所以我们继续 接下来 我们真的来算一个例子 好不好 真的来算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 就是我们之前的 Acess Over Problem Acess Over Problem 这两个是正一类 这两个是正一类 一跟负一负一 这两个圈圈是什么? 负一类 可以吗? 负一一 一负一 可以吗? 好 那我们有两个方法可以算 我们现在知道PiO面平方 PiO面平方是什么? 把R2送到R3空间 收到R3空间 就是S呢 会送到S1的平方 跟Mower S1 S2 S2的平方 就是我们一开始讲的例子 可以吗? 好 来第一个 第一个方法做什么呢? 法衣 法衣就是有人出事的时候去看哪一个人 好 那法衣是什么? 不好笑 好 所以我们要先删出利波汗 OK 好,利外是什么? 利外是哪一个香料? 应该很简单 好 这一个带到哪里? 到这里来的 M 所以就是 1跟号2 1 可以吗? 好 再来 利度是谁? 利度是什么? 把这一个带进来 再来 这带进来的是什么? 1 2跟号2 1 知道吗? 再来 利3是谁? 好 利3我写在下面 利3跟 利3是什么? 利3跟 Sy是同一类 同一 S1跟S3是同一类 所以转过去 利1跟利3是同一类 好 收起来下面 好 利3 利3就把这个带进来 来 带进来变什么? 变成 1 可以吗? 图着点 对不对? 好 再来 利4是谁? 利4就是西环境 对不对? 这个方向来 这个方向来就是什么? 2跟号2 1 对不对? 所以他把它弄到三度空间里面 假设这是利1轴 这是利2轴 这是利3轴 好 他出体的利1轴 在哪里? 出体的利1轴 这里是1 这边是根号2 然后这边也是1 对不对? 所以他在哪里? 大概是在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是中体的利2 对不对? 可以吗? 可以接受吗? 那还有另外 另外这两个点 往去哪里了? 这两个点 这两个点 是什么? 利1轴 是1 利2是什么? 负的根号2 利3也是1 对不对? 在这里 这个是从另外两个点 利2跟 利4 所以我要去写错了 对不对? 绿色的这个是利2跟 利3 这样可以吗? 哦 所以你看哦 在一个空间里面 这两个点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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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中间都不开 对不对? 可是如果我们再来 送送到三个空间 这两个点 跑到这里 这两个点 跑到这里 中间可以收拆 一包的 比较切开的 本来是这些信息 比如说 见我们酒 搁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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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购买了 现在收到新空间 回来一包 我们没有人家进来 一直让我们给钱 这就是坑我的优点 好 好,接下来呢 我要算这一个 2 2这个点是属于哪一类 我的目标是要算这个 目标没有 写给什么 我的目标是要算这个 2 2这个点是属于哪一类 这个看标 这个点是属于哪一类 这个点是属于哪一类呢 你还记得怎么做吗 我们要先算出什么 吸 跟港铃的类 然后做内积的类 可以吗 好 所以呢 我们怎么办 把这个擦掉 所以我们要先算出 3加 3加是什么 这两个点 3加乘能 3加乘能 这两个点 好 然后这两个点 第2跟第4 这个东西有 对不对 所以西减是什么 1 2跟2 对不对 可以吗 所以西加跟西减都有 西加跟西减有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算港铃 对不对 港铃是什么 西加减到西减 对不对 这题出了真好 对不对 西加减到西减是谁 1-10 更号2 减掉2更号 减掉不更号2 2更号2 对不对 好 1-1又0 出了真好 再来 中西减西是什么 2分之1西加加上西减 对不对 好 1加1除了1 对不对 更号2加不更号20 除了0 对不对 1加1除了1 诶 都有了 有没有 好 那我现在西有了 西是谁呢 西是10 港铃是谁呢 港铃是0 2更号2 0 对不对 还少一个谁 还少一个 PiS 好 所以我要算这个PiS哦 PiS是谁呢 可以 再进来路易吗 第一个位置是什么 2的平方 4 2乘以2 4更号2 这个是4 对不对 可以吗 好 所以这两个相解 转至 乘以W 就是我的值 好 好 这两个相解 就变成转至 3 4更号2 3 乘上 0 2更号2 0 对不对 内积成一层多少 上下 就是你 不要把它 4 8 2 16 大于你 所以它的Y是什么 正一类 正一类 这两个是正一类 这个是负一类 对不对 所以我的点都在这里 是正一类 这个就是 直接算 对不对 可以直接套 加上 1 1 9 0 2 0 5 1 3 5 2 1 5 3 2 好吗 好吗 就这样 你能不能凑一下 可是 你是我的宫庭在哪里啊 我位置 新的 新的 我在大陆有买过一个无线 然后呢 它可以把它 就跟无线投影机的道理一样 我把它插在这里 然后插电 插电过投影到一个旁边 然后有进车到这里 那个有缺点 我写这个的时候 但是不是很严重 我想说我还是拿信号在环境前 这样可以插到 这历史可以吗 行啊 有点满难 行啊 没讲得有点连强 好 这是第一个方法 这是法一 这是帮大家解剖的那一个 好 好 现在来看法二 那法二是什么呢 好 我先讲 法二就是呢 我要用科罗的概念来算 要用科罗的概念来算 你不要忘记你要算什么 全部的内积就在 为什么要算全部的内积 为什么 因为你要全部都用法 我们来可以吗 我要算全部的内积哦 好 其实我要把公司搞出来 我们回去可以自己试试看 就是把公司搞出来 我会懂的 这个 还是会算 那就不是那个问题 是另外一个问题 好 好 法二是什么呢 法二就是呢 你要把所有点的内积都算出来 可以吗 那所有点的内积算出来 我们刚才其实有稍微 通通告诉你 就是算什么 算是轮路面积 轮路面积里面就有 S1 S2 S3 我把同类的点放在一起 好不好 好 放S3 S2 S4 对不对 同类的点放在一起 这里是S1 S3 这里是S2 S4 对不对 第一个呢 算第一个点跟第一个点 第一步算第一个点跟第一个点的内积的平方 自己跟自己的内积 负1乘以负1 正1之类 正1乘以正1 正1 所以正1加正1 2 2的平方 4 可以吗 填表而已 好 再来 第一个点跟第三个点的内积 诶 我是拿错点 乖乖 就是乖乖 第一个点在这里 对不对 1的平方加1的平方 还是一样 这是4 再来 第一个点跟第三个点的内积 是 就是这个乘这个加这个乘这个 对不对 1乘以负1负1 加1乘以负1 还是负1 对不对 所以负1加负1 负2 负2的平方 4 可以吗 好 如果3跟1的内积 3跟1的内积 1跟1跟3的内积 是一样的对不对 所以要是4 自己跟自己的内积 负1的平方加负1的平方 还是22的平方 4 可以吗 好 这个区块是什么 第二个类跟第二类 负1类跟负1的内积 负1类在这里 负1 呃 第二个点 负1跟负1 这是自己的内积 自己的平方加2的平方 乘以还是4的呢 这个跟这个内积 负1乘以正1 负1 加上1乘以负1 负1 负2的平方 还是4的呢 负1 好 再来 第一跟第二个点 这个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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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积 1跟负1 2 乘以负1 负1 加上1乘以负1 雷 1跟4的内积 这个跟4 这个 1乘以1 1 加上1乘以负1 雷 你的平方 好 3跟2 负1乘以负1 正1 加上负1乘以1 负1 雷 雷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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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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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dset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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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4 6 B是什么?B就是二分之一的C加转至C加 减掉两倍的C加转至C减 加上C减的转至C减 那这个是什么? 这就是把所有正类的内积加起来取平均 这就是把所有负一类内积加起来取平均 这就是把所有正负之间内积加起来取平均 对不对?所以全部都有了 所以我们第一个先算B,好吧 B可以算 所以回到这里 我先算B B等于什么?二分之一 把第一类所有的内积加起来取平均 正一类跟正一类内积加起来取平均 4加4加4加4取平均 减掉两倍的什么? 两倍的第一类跟第二类的内积加起来取平均 零 最后一个 负一类跟 怎么颜色都很一样? 颜色怎么那么少? 负一类跟负一类所有的值加起来取平均 对不对? 所以又加什么? 4 所以B是4 可以吗? 好 所以B是4喔 B在这里 这一块是4 好吧 好 好 接下来算什么? 算前面这个点 算这个位置的点 对不对? 跟第一个点 跟第一类点的内积 位置的点 跟第一类点的内积 取平均 对不对? 好 所以这时候要算一下 这一个位置 这一个位置 取平均吧 所以2分之1 这个点跟这个点的内积 的平方 对不对? 212 加212 所以是2加2 是4F 对 这个平方 可以吗? 然后还有什么? 还要再加上什么? 这一个跟这一个 对不对? 2乘以-1-2 2乘以-1-2 所以相加互4 互4的平方 对啊 这是前面对象 后面对象 后面对象是什么? 有 红色的 后面对象 这个点跟这个点 还有这个点跟这个点的内积 取平均 对不对? 乘二分之一 F2 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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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H2 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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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3 H2 H2 H3 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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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吗 所以算出来是多少 算出来是 16 前面是四分零八加四分零八 十二加十六分零二 所以等于十六分零 所以最后结果是 最后结果有点乱的话 要黑色 十六解标是十二 二于零 十二跟刚刚的十二分一样 对 刚刚的十二分一样 诶 刚才十六 好 小心还是十二 好 有点 我哪里有太多啊 所以B应该是0才会有 我哪里有分通吗 我们快点时间 这个交通给你回去自己知道好不好 我不知道哪里算错了 你可以看我写的video 应该有对的 应该两个只要一样 对不对 这两个只应该要一样 怎么会算出来一个12一个16 一个有剪掉4 一个不用剪掉4 所以应该有一个是 如果你这里来看的话 这个B应该是0 可能比我们刚刚看过的 这一块 这一块有写错吗 S1跟S2的内积 S1跟S2的内积 4点1 S1跟S2 4点1 7点1 这个跟S2的内积 因为它的副号 O 4 5点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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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能选择那么多时间 这个值应该要一样 好吧 回去再算一下 好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矩阵很重要 对不对 这矩阵就是所有的内积 可以吗 这叫Curnal Match 它有好多个名称 在linear functional里面 比较常见的是 Inner-Programmetry 这很简单 内积矩阵 Inner-Programmetry 内积矩阵 然后或者叫Curnal Match 在工程里面 有时候叫Grain Match 好吧 因为这不同地方 用的名字不一样 但是同一个矩阵 可以吗 好 这个矩阵的每一个位置 就代表是特征空间的内积 有没有问题 好来 仔细看这个式子 这一部分很重要 记起来 刚刚就把它背起来 如果你要推出容的时候 这一部分很重要 因为Curnal Match 你不知道你刚好是什么 你看哦 这里刚好是PiS1 PiS2 PiSN 转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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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所以它是PiS1的转字 PiSN的转字 乘上PiS1 PiS2到PiS1 倒过来 你仔细看 你顾一顾来 这个位置是什么 这个层这个的呢 可以吗 你看颜色哦 这个位置是什么 这个层这个的呢 这里是N 对不起 等一下 可以接受吗 好 再来看绿色的位置 绿色这里 SN乘以为成绩 再来 最后一个 用黑色的位置 这个 SN乘以为成绩 可以吗 所以呢 我们有时候会很喜欢把这一个 叫做RSS 为什么这个叫RSS 我们在像艾遇史这一样 他们是第一笔资料摆成的 第二笔资料摆成的 第三笔资料摆成的 对不对 我把资料转置 是不是把资料摆成的 第一笔资料摆成的 第二笔资料摆成的 最后一笔资料摆成的 所以它是资料集 RSS 对吗 所以记得哦 在课中里面 大部分的书 我先讲大部分的书 有少部分的书 会找我写天堂 少部分的黑头写天堂 那时候你自己要不转过 大部分的书都是百合资料摆成的 但是你记得我在考虑中间 莫个人摆成的 所以你如果用另外一个角度 还没有人摆成的 那大部分是百合资料摆成的大S 它既然是百合资料摆成的大S 大S有小孩子 不知道是奶奶女的 好 所以我们的Curonometry 或者Gramometry 它可以写成大X乘上大X的转质 它就是这个矩阵 内积 对 好吧 好 来 最后呢 我们来看几个性质 所以我们今天介绍了很复杂的 对不对 一个Future Mapping 然后每一个Future Mapping 都可以找到相对应的Curon function 那Curon function就是控制这个Future Mapping 控制过去的那个空间的内积 这样可以吗 好 那一般而言呢 我们都常不知道Future Mapping 通常我们操纵的是Curon function 所以下面有几个 第一个 Future Mapping是一定必要的吗 看起来好像不需要 对不对 为什么因为不需要 因为我们只要知道内积值就可以了 再给我几分钟 好吧 好 那我们可以只控制Curon functionCuron function吗 可以对不对 我们只要控制Curon function 就等于控制内积值 可以吗 那怎样的Curon function可以被使用 来 这个把它背起来 半正定矩阵的Curon 就可以被使用 如果你在做这个研究 你出去人家问你说 哪一些Curon function可以用 它相对应的Curonometry 是一个半正定矩阵就可以用 好 那我们给一个Future Mapping 可以找到相对应的Curon吗 可以 那给Curon可以找到相对应的Future Mapping 可以 有Curon就可以找到Curon 有Curon就可以找到Curon 都是可以的 好 所以这里面有比较重要的是一个定义 跟一个定理 这个定义就是什么叫做有限正办定 Mersing或者叫做Curon的特征 Curon的特征 这个定义 那时候叫做有限正办定 有限正办定就是我们刚刚这个Curon K 我不管给你怎样的点 只要是有限的点 只要是有限的点 这里是S1 S2 这里是S1 S1 到Papa S1 SN 点点 Papa SN S1 点点 Papa SN SN 这个矩阵 只要是一个正办定矩阵 我不管给你怎样的S 它都是正办定矩阵 我们就说 这个矩阵叫做有 这个Curon 是一个有限的正办定函数 或者半正定函数 可以吗? 好 好啦 我们今天到这里